人间的模样其实就是命运的倒影 人间的意义无非就是活着的趣味 吴小波 运河边的吴雨树约拍摄于1917年 开篇 城市人间与灵魂 我一直觉得每一座城市都行走着很多灵魂 它们有的是看得见的 有的是看不见的 灵魂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 它们会互相的瞥一眼 会交谈 会拥抱 会互相砍伐 它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出现 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 层层叠叠 有的是可以被感知到的 有的则终生茫然无知 每一个灵魂都很有趣 有自己的秘密 绝大多数的秘密微不足道 甚至对于其他灵魂而言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或存在过 但是它们又都是重要的 尤其对于城市而言 它就是一个储蓄这些秘密的巨大容器 显规卑贱是人间的看法 城市从来只知同情 不知拒绝 作为一个城市的观察者 你只有触摸到了更多的灵魂 才能真正的进入它 你发现它们 跟它们说话 看它们落泪和欢笑 渐渐的 你已经是它们中的一部分了 继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过程 我13岁的时候来到这座城市 那是1981年 我父亲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 为了我的户口能够落到杭州 他不得不放弃博士学业 成了一名教师 这成为他终身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住的地方叫求氏村 是这大教师的宿舍区 到城里去的一条小马路 两旁种着很高的梧桐树 他会经过一个叫松木场的地方 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怪怪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 明清的时候 这里是秋绝犯人的刑场 有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 妈妈生病住院了 我骑自行车去给他送饭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冲进了路旁的一个大水潭 我想应该是那里的某一个灵魂 跟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在上海读了四年大学之后 我再次回到这座城市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单位给我分配了一套小房子 在金柱路上 这个路名跟两个灵魂有关 1130年 援兵进入临安的时候 城里有军民反抗 带头的是两个叫金盛和驻薇的下级军卫 为了纪念他们 杭州人建了一个义士词 他早就不见了 就留下了一个路名 金柱路的北面 接着一条同样窄小的街巷 叫马城路 是吴越国时候前流养军马的地方 南宋时是一个热闹的花市 有一个很著名的灵魂 曾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他叫李清照 从马城路到西湖 大约十里地 但是 女诗人居然没有写过一首 与西湖有关的诗词 我每次路过那里 脑海里都会闪一下 到底当年李清照 是怎么度过那些漫长的日语夜 后来我的家搬到了运河边 书房朝南正对着河道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一边写作读书 一边能听到运送沙石的夜航船 低沉的隆隆声 一开始挺让人烦心的 时间久了 居然不会打扰到我 它似乎成为时间的脉搏声 小区楼下有一座廊桥 专地木柱 四言飞扬 它叫霸子桥 是京航大运河最南端的标志之一 当年康熙和乾隆下江南 龙州必经此地 他们每一次来 会动用三千个欠夫和护卫的士兵 那些著名和无名的灵魂 现在还存活于博物馆里的彩卷画卷上 一、2021年夏天 正午的马城路 李清照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 没有为西湖写下一句诗词 吴小波拍摄 这几年 我因工作的缘故 经常去格领半山腰的静义别墅 它当年的主人是张静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在他任内举办了现代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 在这栋别墅里 出没过蔡元培 孔祥西 史亮才和林丰棉等人 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站在别墅前的草地上眺望远方 细弱油丝的白堤就卧在不远处 从断桥到孤山 流传着白娘子的传说 有蒋经国住过的别墅 林布的水台 逾越的书房 吴昌硕的画室 秋锦的大幕 以及苏晓晓的亭子 水之南面是毛泽东常年居留的汪庄 西子宾馆 他在这里先后下榻了近三十次 这些名字 有的显赫嚣张 有的潦倒一声 如今他们都各安其所地 待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 任何一座城市 与其说存在于空间 不如说存在于时间 而时间本无意义 仅仅因为灵魂们的出没 而得以呈现不同的叙述价值 形变天下之后 客观而言 杭州的山水 若在世界各圣景中排名 或许进不了前二十位 但是 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若这些名字被一一朗诵出来 却会生长出别样的气质 它是历史的年性 是被想象出来的风景 人对世界的记忆 从来是悲欢莫测的命运图像 自然山水仅仅是背景而已 从一千多年前至今 杭州就一直是一座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型城市 自然的美好风景 复杂的人文历史 与商业的繁荣 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 在这里 走进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费吹灰之力 它如湖面的和平 肤浅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 如同生活本身一样 土耳其作家帕穆克曾用一本书的篇幅 描写他居住了一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在提记中 他说 美景之美 在其忧伤 一切伟大的城市 大抵都是如此 他从历史中披星待月地走出 在破坏中得到新生 每一代人 无数的灵魂 都在他的肌肤上落下印记 让他变得面目全非 然后在忧伤中退回到历史之中 只有城市永远存在 忍受一切 不动声色 好了 现在轮到我来讲述 这座人间城市的故事了 我将打扰到很多灵魂 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此时此刻 他们都必须应我召唤 无处可逃 二霸子桥 在这里那梁的市民 常常叫不出这个亭子桥的名字 视觉中国提供 三在静异别墅的桂花树下读书 前人往事都与清风无关 孙武飞拍摄 零妖 梁主 东方的城市之母 每一个江南的孩子都养过残 不知道什么人 也许是老师或同学会给你一张纸 上面密密麻麻的黏着比芝麻还小的东西 你把它放进一个破纸盒 上面盖一层棉花 过不多久 这些芝麻点居然会长成白白的小蚕虫 然后 你每天要用桑叶喂食它们 它们吃桑叶的声音 就是你未来记忆中的夏天的声音 杭州桑叶最多的地方是在城西北 到了周末 我们就结伴骑着自行车去踩桑 转过这大背后的老河山 就到了古当 再往前骑 就是一片街一片的稻田和矮矮的桑树林 最远 我们骑到过平遥和梁主 那是很破败的小镇 沿街有一些灰色的屏屋 我们停下来歇脚 吃一碗羊汤面 玩了再来一瓶冰水里震着的锡子排汽水 在稻田里 远远的看见有农户在耕作 烈日下 他们扶着木梨 用鞭子杆打黄水牛 时间在这里缓慢的像一个无所事事的懒汉 我们这些少年和农夫都不会意识到 就在我们的脚下 5000年前 有过一座西太平洋沿岸最早的城市 1936年的一天 25岁的诗心 更在杭州古荡的一处史前遗址做发掘工作 偶然间 一柄长方形有孔的石斧落入了他的眼帘 诗心更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直觉 诗心更是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一位干事 老家在梁主镇 此地位于杭州城的北郊 被大径山三面环绕 距离西湖约50里地 从地名可以想见 那是一块水网交错的江南湿地 当地农民以种植桑麻为生 不远处有一个码头关 是防御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 诗心更的父亲是当地一间南货店的店员 因为一场官司 家境窘迫 他读完初中就进了省立高级工业学校 意图班半工半读 1929年 张静江筹备西湖博览会 诗心更应招去当了讲解员 因认真好学 留在博物馆当了一名地质干事 那天 他发现眼前的这柄石符 好像跟他少年时在老家见过的器物很相似 几天后 他独自一人回梁主求证 在一条岩山小路上 他捡到了一块 在资料上从未见到过的黑色陶片 接着 越来越多的小陶片在附近被找到 这里似乎有先民居住的痕迹 1936年11月3日 在一个狭长形的干河沟底 诗心更发掘出几片成型的黑色有光的陶片 这几块陶片就是发现梁主文明的开始 1937年5月 诗心更独立完成了一篇五万余字的考古论文 梁主 航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 在报告中 诗心更认定梁主市 一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址 一 1934年 西湖博物馆全体职员刘颖后排左三是诗心更 资料图片 在中国古文化研究史上 只有工读生学历的诗心 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更可惜的是 就在他写成那篇论文的数月后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杭州沦陷 诗心更随博物馆南逃到浙南温州山区 1939年4月 诗心更因基劳成疾而去世 年仅28岁 正是诗心更及后来的考古人员的工作 让我们得以想象5000年前 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和生活的景象 那时候的梁主比现在炎热得多 气候类似于华南的广州 同时期的河南还是大象出没的地方 因为地处丘陵湿地 此地应该没有特别大型的凶猛动物 这恐怕是先民聚居的原因之一 有专家考据说 他们来自前唐江上游的上山文化 梁主人已经告别游牧 学会了在水田里种稻谷 他们把土地切分成不同面积的正方形耕种 为此 部落里最聪明的人发明了石梨 石莲和石刀 在食物上 他们最喜欢吃的是猪肉 梁主人 也许是地球上最早驯化了猪的人类之一 每当日出的时候 男人们乘坐着独木舟去捕捞河王里的鱼 从残留的鱼谷看 最主要的有草鱼 鲤鱼和鲷鱼 为了蒸煮食物 他们烧制黑桃的吹煮器 其中有一款隔档顶 在顶内必设有一圈盛放竹边的隔板 通过加热顶下部的水 可以蒸出更美味的食物 女人们则在家仿制 两主人穿的是麻枝的衣服 他们发明了木质和石质的仿轮 使用石在仿轮中心孔内插入粘杆 在飞快的旋转中碾出麻线 这个工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 还在被农夫们使用 到了夜晚 大家聚在一起喝酒 是的 他们已经知道如何酿酒 还发明了绿酒器 它的主体为一个陶波 侧面带一个较高的漏波 另外还在底部加一道隔板 带酒糟的米酒或裹酒 经过漏波过滤 可以提高酒的纯净度 人类之区别于其他生物 在于他们会做一些无用的事情 有审美和信仰的需求 两主人是伟大的御将大师 他们制作了品类繁多的御器 有御丛 御壁 御月 御馆和御珠等等 他们应该是当时的地球上 最先进的御器部落 二 一九零零年前后 杭州城郊的农民正在捉鱼 当鱼儿游到身边时 迅速放下箩筐把鱼儿圈住 他们的捕鱼方式 似乎比两主人并没有先进多少 费佩德拍摄 沈红提供 那天在两主博物院 我留联在这些几千年前的 先民作品前 在一块玉壁上 匠人嗑了一只小鸟 它站立在有两个台阶的高台上 高台的中央有一朵图腾般的太阳花 透过那天真而坚定的刀客 你可以想象 当年那位御匠制作这块玉壁时的愉悦的心情 还有一块精美庄重的御从 外方内园 上面幅刻四个寿免图案 是神权的象征 属于部落里的王 我发现 两主人的审美非常高级 他们已经懂得几何对称的原理 神灰的设计十分抽象 讲解的管员告诉我 这块玉从所呈现的复杂而对称的图文 是千年之后的 阴伤青铜器上的饕贴文的雏形 至于他们之间的神秘关系 是另外一个悠长的故事 三 刻着鸟力高台图案的 两主玉壁 两主博物院提供 四 两主人发明的过滤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有一年 我去成都的金沙遗址参观 在馆藏展品中意外的 看到了一个十节青玉从 玉体斑驳有杂色 显然是两主古物 金沙文化的古蜀国 比两主晚了约1500年 这块玉从是如何漂泊到巴蜀的 也实在是让人好奇不已 两主人并不是孤独的 经常有其他部落的人来拜访他们 5000年前 在长江下游 太湖 前唐江的金三角地区 存在着一个部落集群 他们由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组成 后世发现的江苏无县 草邪山遗址和张陵山遗址 青浦福泉山遗址 长州维敦遗址等 都被通称为两主文明 他们有近似的文明特征 互相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甚至存在着相同的信仰和符号系统 他们也许还不构成国家的概念 然而 已经建立起了某种从属和依附关系 在这一部落集群中 两主的首领处在一个号令者的地位 日本学者中村慎一在研究中发现 从江苏和上海的各处遗址 都发掘出一些象征权力的御从 他们绝大多数是由两主的御将们制作的 由两主贵族派送 汇赠给各个地方 这代表着某种授权和控制的意味 而与同意流域的其他部落相比 两主最根本性的一个升级是 它居然是一座城市 五 两主古城的御从 重6.5公斤是神权的象征 出自两主以指群发掘报告之二 返山 下侧 这一发现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 考古学家在以墨角山为中心的四周 发掘出了一圈环绕的城墙 在这一区域内有宫殿区 内城和外城 城向心是三重布局结构 面积约3.66平方公里 这座城池是一个合围式的水城 它的城墙宽20到150米 高约4米 足够抵抗外族的侵略 两主人在城内修建了河道和码头 他们用竹编 木桩和木板构筑户案 还打出了淡水井 并游取水池和排水体系 6. 金三角地区的两主文明等级分布图 喉庭绘制 在这个区域内有宫殿 祭坛和广场 没有发现农田 也就是说 它属于公共行政和社会活动的空间 人类从蒙昧也瞒到文明 城市的诞生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 2015年 考古人员又在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发现了一个由11条坝体 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这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最早的蓝洪水坝系统 专家通过测算发现 这一系统可抵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在史学界有一个常识 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 起源于黄河流域 历史约为3000年 然而 近数十年来 长江中上游的三星堆和下游两主文明的发现 让这一常识面临致命的挑战 两主古城的发现 让中国的史学家们既惊喜又焦虑 惊喜的是 华夏文明因此一口气提前了2000年 焦虑的是历史教科书要重新改写 原本已很完备的黄河流域 《一元起源论》将被颠覆 那天 我回到诗心更发现黑桃的那片土梗 在被覆盖的泥土的深处 竟继成了百科全书 将发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所有一切 凝结为历史 这里已成为遗址公园的一部分 人们根据想象重修了河布和土坯茅屋 管员指着东北方向的一个隆起的土堆告诉我 那便是墨角山 当年两主古城的宫殿区 先民们堆住了十多米高的土台 土方量接近埃及胡夫金字塔的十方量 5000年前的某一个清晨 东方曙光出现 两主古城正在举办一场庄严的祭祀 两主王神色肃穆地站在墨角山宫殿的最高处 他头戴一顶棺状玉器 右手捧着象征神权的玉丛 左手则高举一只代表武力征服的大月 圆形的木杆之上拴着一只会有神鸟的玉月 两主人信仰太阳神 他们认为是太阳给予了他们食物 光明和无穷的能量 这个时候 如果两主王向西眺望 穿越到7000公里之外 他会在右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河谷 看见另外一座城市的存在 在西方文明史上 他被叫做乌鲁克 是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之母 他有长达9公里的砖器城墙 城里有雄伟高大的塔庙 相互逼连的神庙和宫殿群 有一种说法是 乌鲁克人还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 如果说两主人是玉器大师 那么乌鲁克人则更喜欢铜器 他们掌握了熔断金属片的技术和施腊法 那是人类演化的曙光时期 在这个地球上的某几个地方 出现了新的聚居形态 组织模式和技术革命 而创造这些的他们彼此互不知晓 却以各自的方式抵达了文明的最高点 这些关于两主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 当我和小伙伴们 在平遥和两主的桑树地理采桑叶的时候 完全一无所知 一直到2007年 随着古城遗址的发现 两主的意义才被真正凸显出来 2019年7月 两主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时候 距离年轻的失心更去世 又过去了整整80年 ith优优独播剧场上